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一些串銷 以前在80年代香港流行過一些串銷歌 最經典的就是林子祥那一首 十分十二吋 之後他再唱過一首沒有那麼Hit的 叫做街頭霸王 之後周潤發唱過十二分十分串 我很喜歡唱那首歌 寫了張飛要改 終於佔洞跳海 賽馬日又期待 四句歌詞就講了一個馬迷的心聲 其實等於差不多七言絕詩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填詞真的很厲害 將整件事形象化 上十年古巨機也做過兩首叫做勁歌金曲 也很受歡迎 今集我就嘗試用一個串銷的形式 講一講我以前 過去這兩個月我講過的什麼呢 有包括ESG Sustainability Fintech的ABCD 5G 和IP 我嘗試去講一講 現在今時今日的新的商業模式是怎樣 那ESG 其實就是講環境 社會 和企業的責任 那就是說 其實他就是想告訴你 你要走一條正路 如果你走一條歪路 你的企業就滅亡 好像很簡單 你賣白粉是不對的 你是反了社會 大家認同的道德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滅亡 因為警察一定會抓到你 如果你做一些破壞環境的事情 亦都不會去持久得到 因為你是令到後幾代呢 是享受不到現在的資源 還有呢 譬如做假數 這就影響了整個社會的企業責任 令到你是逃不到的 世界上是說不到大話 那這個呢 就是ESG 和可持續性發展是有關的 那現在的可持續性發展呢 我就可以覺得 現在應該是 我不記得是第三代工業革命 還是第四代工業革命 就是建基於 在一個ABCD那裡 那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用一個KOL的例子 那KOL呢 以前沒有的 現在是一個新的行業 KOL他們用了很多大數據 Big Data 就是D 就去告訴你 這個KOL 它是有幾多粉絲呢 它們的粉絲是買什麼品種呢 它們的消費是多少呢 它們的粉絲那個轉換率是多少 所以它買了多少貨呢 就是Big Data 現在廠家那邊呢 亦都可以用那個大數據呢 去判斷呢 它生產什麼貨物呢 才適合這個市場 這個就是D 跟著 現在所有的直播平台 或者是它們的參與 擺在一個雲上的 那這個就是C了 就是Cloud calculation 跟著用Blockchain Blockchain 其實我講過了 其實就是找回那個源頭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那就是說 我放一塊名牌上去 我可以判斷得到它 究竟是不是我公司的生產 即是我一家名牌公司的生產 還是一些假貨 這個就是Blockchain 是一個防疫標籤 那麼多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運用了一個AI技術 AI技術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講過了 以前有RuleBase 和Neural Network RuleBase 是A還是B 那麼這個呢 已經是很少人用的了 現在全部呢 就是用一個叫做 神經網絡的系統 用很大量的數據 Feed給它 可能給它一億幅圖 認隻貓 那麼它知道它就是貓 那麼可能給它一億的數據的時候呢 它就會可以 有一些 啟示出來 令到你做的判斷呢 就更加準確 這個呢 就是講Fintech的ABCD 然後再後期呢 現在所有的東西 以前建基於4G的速度的 現在因為那個5G的技術到的時候 令到剛才我剛才所講的東西 將一些東西扔上去那塊雲 扔上去運算的時候 它的速度增加了 那塊雲提供了的軟件服務 和它們那個平台作為一個服務 多人去參與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Fintech 再加5G的技術 那怎樣再加上IP呢 IP就是叫做知識產權 兩樣東西呢 一個KOL 就是一個知識產權 它動出來 它有它的品牌 另外 它賣的貨品 也都有品牌 那時候呢 它們那個價值呢 是會增加了上去的 因為它自己有KOL 自己有自己的粉絲 那個品牌也都有自己的粉絲 兩樣東西行的不同的 KOL的它可能賣它推介的東西 哦 可能給那些沒有牌子的東西 它都推得動 而反過來 一些有牌子的東西 它自己有品牌的時候 它未必需要依靠KOL去推 那這個呢 就是兩個不同 你公司可能的策略了 那講到這裡呢 其實我短短的幾分鐘呢 就已經是將整個東西 ESG 可持續性發展 Fintech的ABCD 5G技術 和IP呢 做了一個串銷 應該相等於 以前 周潤發的十二分十分寸 或者林子祥的十分十二寸 那我希望這集呢 如果看到有什麼啟示 或者你想再了解多一點的 可以看回我以前的 錄影或者錄音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的 其實可以留言的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